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,蓝结英的丧礼终于得以顺利地进行,但是蓝结英去世事件热度依然很高,蓝结英的离开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。 生前的蓝结英虽然没什么人关注,甚至沦为媒体底下的疯婆子,去世后的蓝结英却对娱乐圈造成了不小的影响,这一段时间不少的明星因为他而上了热门,其中热度最高的就是曾志伟和迪英,和蓝结英有欢恩怨纠纷的明星并非只有这两位,迪英确实心狠手辣,但是想法最多的不是曾志伟,曾志伟。 蓝结英去世这一段时间被网友喊话最多的明星非曾志伟莫属,当年蓝结英爆料自己被欺负事件时,曾志伟就是关键人物,在蓝结英没有爆料这件事情之前,大家都以为他们两人是好朋友,曾志伟和蓝结英不仅有电影合作,而且在曾志伟做导演时还给机会蓝结英出演。 当事件曝光以后震惊了整个娱乐圈,虽然那件事情一直是个谜,但是似乎很多人已经默认了蓝结英说的就是真相,蓝结英去世以后曾志伟也没有任何表示,而是开心的去参加朋友的婚礼。 这也让不少网友很不爽,钟保罗。可能很多九十后都不熟悉钟保罗,他是八十年代娱乐圈的风云人物,也是蓝结英生前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男人。 当年蓝结英的第一任男朋友自杀以后,钟保罗就一直陪伴着他的身边,当时媒体报道二人是恋爱关系。 但是钟保罗非常好赌,曾欠下不少的赌债,而且很多蓝结英以为他害了不少。 但是赌债金额太大最终钟保罗无力偿还跳楼自杀,钟保罗自杀被发现后手上戴着上衫安娜的戒指。 当时媒体又报道说蓝结英和钟保罗并非恋爱关系,迪英。 蓝结英出道以后第一部作品就大获成功,这样让电视台看到了他的市场价值。 那一年电视台几乎把所有的好资源都给了他,很快蓝结英就成为了香港娱乐圈至首可热的明星,并且获得了和台湾明星迪英合作的机会。 但是这一次合作并不是很成功,不仅被人吐槽耍大牌而且还被迪英当众暴打,迪英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。 多年以后在上综艺节目时还需要自己这一行为,周游,在蓝结英去世以后迪英的这件事又被曝了出来,可能事情发展越来越严重。 近日当年合作的试验人周游回应了迪英报打蓝结英事件。 周游透露当年蓝结英耍大牌,不仅不愿意和剧组同住而且还去拍,并且还称迪英当年只是推了几下蓝结英。 但是一向说大实话的黄秋生看不过了,表示周游是在消费市着,并对周游的说法持怀疑的态度,还提到娱乐圈中经常有拖欠片酬的情况出现,没收到钱当然不拍戏,蓝结英去世多天终于有人敢说真话了。 蓝结英和曾权威,虽然当年蓝结英很红但是他却很早就离开了娱乐圈。 在娱乐圈奋斗的这段日子里和曾志伟、钟保罗、迪英、周游等人有了恩怨纠葛。 当蓝结英做回普通人以后又遇到了有恩怨纠葛一位男人,离开娱乐圈后的蓝结英生活很拮据。 但是美貌依然还在,当时有一位叫曾权威的律师愿意全力承担蓝结英的生活开支,但是蓝结英透露我现在生活都是靠曾律师资助,感觉很不好。 他喜欢乱说话,喜欢勾搭记者,我真是看他不顺眼。 我知道他想追我,但我不会接受,随后又爆出曾权威拿花向蓝结英求婚的消息。 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还在想心思,我曾哥都比不过你。 蓝结英 人的一生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和自己有恩怨纠葛的人,有些人会将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心里怨恨一辈子。 虽然蓝结英生前和这五位明星有或恩怨纠葛,但是一直放在他心底的人并非他们。 在整理蓝结英一物时在他钱包中发现了一张邱淑珍的照片。 在蓝结英落魄时邱淑珍曾出手帮助他。 蓝结英心中放着的并非是仇恨而是感恩,人已去世已息。 希望大家不要在消费我们心中逃花过初,寸草不生的春三十娘蓝结英,戈笔拜谢。 哈喽 大家好,这里是小微话语。 小编每天为您分享娱乐新鲜资讯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点关注。 在11月3日,知名香港女星蓝结英被爆离世,瞬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 蓝结英从事演艺生涯以来,不仅给观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, 而且倾城倾薄的容貌更是令众多粉丝迷恋,更是被一些媒体称为亮绝舞台山。 在3日凌晨,蓝结英被传出去世的消息,当相关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,屋内已经散发出异样的气息。 众多的粉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一不是悲痛的。 众多圈内人士也是发文表示悼念,香港艺人协会会长古天乐事后表示会进行相关处理。 在悼念会上张卫健等众多艺人前来缅怀,蓝结英本是花一样的容貌,但是因为遭遇惨痛的经历,导致自己在中年的时候英心满发苍白,令人深感遗憾。 而蓝结英的去世也在娱乐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其中知名香港艺人曾志伟更是牵涉其中,虽然时候其女儿曾宝一粒正其妇的清白,但是却被阴没在众多的娱乐面前。 据悉,目前曾志伟已经从原本的置之不理,到现在召开记者发布会,称自己已经开始走了法律的程序,他相信法律会还给自己一个公道,究竟事情的真相如何吃瓜群众尚不能妄加推断,正所谓清者自清,法律总是会站在正义的这一边。 而就在曾志伟走了私访的程序之后,网上再次出现了一则消息,文中表示曾志伟在早年和谭永明创办过明星足球队,表面上来内地试替表演赛。 但是香港的人士却明白他们实则是到内地循环,如此黑料被爆出,实在令人不敢相信,谭永明在娱乐圈有着不俗的地位,如此的黑料爆出必定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。 但据相关消息报道,由曾志伟、谭永林、陈百祥等人发起的香港明星足球队,自建立以来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,并且还为社会公益事业献出了众多的爱心。 所以说在一切没有美正式之前,大众还是要遵纪守法,相信法律,相信正义。 望蓝结音一切安好。 好了,本期我们就说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点关注。 蓝结音的去世引人悲痛,曾志伟稍微脱语,谭永林被爆黑掉。 11月3日,香港著名女演员蓝结音被披露一世,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自蓝结音演艺生涯以来,她不仅为观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,也让许多粉丝迷恋上了整个国家的面貌,并被一些媒体称为亮觉舞台山。 第三,蓝结音去世了,曾经的亮觉舞台山,到如今的不堪大妈,经历了世间人情冷暖,离开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 三日清晨,蓝结音去世的消息传出,当相关警察到达现场时,房子已经散发出一股奇怪的气味。 听到这个消息后,许多粉丝并不能过,许多内部人士也发出了哀悼的信息。 香港艺术家协会主席古天悦后来表示,他们会处理这件事。 张卫健和其他艺术家